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于小 前列腺问题是很多男性的难言之隐 给男性本身的健康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疏通前列腺的方法 平时如果是被前列腺所困扰的朋友呢 都可以去多做一做 这个方法是用十个手指的指尖敲击腹骨钩的动作 首先我们可以站着,也可以坐着进行 如果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呢 人要保持后背正直,不能靠背 那大腿呢,与地面平行,双腿分开 要注意的是呢,我们不要把整个屁股坐在凳子上 大概呢,坐一半或者是前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接下来左右手五指定笼,像一个爪子一样 把四指定笼,拇指也贴上去 接下来要敲击的就是我们腹骨钩的位置 敲击的力度呢,以自己感觉到舒服就行 好,从上往下,把整个腹骨钩敲击一遍 重点是敲击腹骨钩中间的这个位置 左右手可以同时进行敲击 连续敲击五十到一百下为一次 那每天呢,不限时间可以进行两到三次 有些人一开始敲击的时候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 这都是正常的 我们坚持敲击三到五天,这个疼痛感就消失了 那么也有很多人啊,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痛 承受不了太多的次数 那我们可以先减少次数 比如说从三十次开始 然后再慢慢的增加敲击的次数 那么这个动作呢,能够刺激到我们的前列腺区域 对于男性朋友保护前列腺有很好的帮助 同时呢,它也可以疏通我们的脾经 因为腹骨钩这个位置啊,是脾经经过的地方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脾经上一个非常容易淤堵的位置 多敲打能够帮助我们疏通中交 让我们身体上下气血啊,得到循环 腹骨钩呢,也是淋巴结聚集的位置 如果这里不通,也非常的容易出现淋巴结结 所以很多人在摸的时候就会发现 自己腹骨钩有一些小的疙瘩,而且非常痛 那我们这个敲击的动作 对前列腺问题的调整还有预防都是非常好的 除了男性可以多做 女性朋友呢,也是一样的 可以多做这个动作 因为这个位置啊,它对应的就是我们男女的生殖区的附近 同时呢,也是一个人的淋巴结集中的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位置疏通了 中交也就通了 那么对很多女性的一些复合问题啊 也能够迎刃而解 好,我们坚持做 那么这些有节节啊,有疼痛的问题啊 都能够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这个力度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管是用敲击的方法,还是用拍打的方法 都要以自己感觉到能承受为度 不要过重,不追求出杀 当然您能敲打出杀或者是拍打出杀也是非常好的 每天不限时间,早中晚都可以 或者是您在工作的间隙,坐着就可以用双手啊,去敲打一下 在前列腺炎的初期啊,主要影响的是泌尿的功能 比如说会有尿贫,尿疾,尿痛,以及液尿多的问题 更进一步呢,就是尿道口灼热,尿液分叉,低尿,尿流中断等等 那么我们在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啊,就要紧早的去调理了 如果再任期发展下去,问题呢,就会更加的严重 前列腺炎多半和平时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比如说男士久坐,憋尿,长期抽烟等 因而呢,不管我们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在坐了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之后 就要站起来去活动活动 而且呢,也要多喝水,及时排尿,不要憋尿 以预防前列腺炎的发生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和关注 有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大家